五十七 楚天都市報 抗日戰爭一一 2015年7月18日八卦鎮十九楚天都市報信鹽石山故不了壁柱 但要為自己的地盤盡而不容辭的責任鹽石山早建起一至一萬多人的預備軍官團 同時大量吸引華北各省的外國學生進入山西的軍官學校 以至於太原大街上的人至少有一半穿著軍裝 鹽石山認為 他的進軍向來以守文名 於是他提出的有一個口號是 能守住就能存在 為了表示自己的抗戰決心 他把父親留給他的八十七萬元遺產 以他母親的名而捐給了雖遠前線 聖苦極深的鹽石山看待任何事 都如同面對一本需要分析的商業帳目 他說他無論幹什麼都必須顧到來 以我們守土抗戰說 是地方長官以不容辭的責任 應當盡力而為之 成功是成功 失敗也是成功 不容翻顧 當漢奸 國人共棄 是以所不當為者 失敗是失敗 成功也是失敗 不容嘗試 修復失地 是以成敗定是非 成功是成功 失敗是失敗 必須審慎 到能成功的時候 才可為之 要事不估計我們的力量 和守土抗戰認為同樣的路線 孤主一擇 那就不但不能修復東四省 恐怕連華北華南也要失調 要知道當敵人進攻東四省的時候 我們和他拼命 事故意 現在想得修復失地 必須故到來 誰能真正讀懂這個說話 擅長妖來妖去的鹽石山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鹽石山顧不了壁柱 但要為自己的地盤盡以不容辭的責任 鹽石山與蔣介石之間的貌合神離人所共棄 1936年2月 在中央紅軍發動東征戰役 從閃北大舉進入山西後 鹽石山與蔣介石的矛盾逐漸激化 一心想吃掉鹽石山的蔣介石 二鹽石山請求軍事支援為藉口 立即任命陳誠為剿匪總指揮 同時派出自己的地益部隊星夜疾遲進入山西 紅軍回獅之後 蔣介石的部隊不但賴在山西不走 蔣介石還利用各種手段拉攏進軍將領 使他們與鹽石山離心離得 對此 鹽石山不適動用了非上手段 靠收買為時將投靠蔣介石的進軍將領 暗殺了我不忙於共 亦要忙於蔣 鹽石山對蔣介石最大的不滿 是當日軍威脅山西的企圖以趨名顯示 蔣介石在援助雖然的問題上態度消極 1936年下 鹽石山認定雖然 進北時日之在所必取 如北首 此類會成為另一個滿洲國 守則需要強大之兵力與堅固之攻時 因此希望南京政府給予支持 為此 它甚至同意將盡須軍隊 與國家財政統歸中央 可蔣介石指示一再命令它出兵線 不遺止共產黨武裝 顯然 鹽石山已經算計出 此刻對於它的山西來港 日本人的威脅為當務之急 它回復蔣介石 軍座可以另派部隊 進軍決不出兵線不 鹽石山知道它的山西要有絕大的危難 而依靠蔣介石解山西之危機近幻想 所以 它決心自己犧牲一切 能夠幾分 夠幾分 命日請看 鹽石山調集將領和幕遼門開會表決 以三十一對七票成決議 贊成聯合紅軍抗日 三十四個反射 你不如擔憂